1991年1月17号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轰炸巴格达 海湾战争爆发 26年前这场震惊世界的战争 给了当时的中国军队巨大的警示与启发 直接促进了中国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研究与变革 时光飞逝当年常规装备水平 甚至逊于伊拉克的中国军队 是否具备了26年前美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实力呢 尽管从二战起 空军就成了战场上重要的战略力量 但直到海湾战争中 美国空军令人惊异的表现 才是空军成为毫无争议的决胜力量 空中的技术优势 让当时的战场变成了对美军的单向透明 在战争的首轮空袭中 美军急出动F4J和EA6B电子战飞机 干扰伊军雷达和通讯 并使用F117隐形战机 打头阵空袭伊拉克飞机场的目标 迅速摧毁了伊军防空系统 此外美军还发射了大量BQM745人机 引诱伊拉克人打开雷达 派出携带哈姆反辐射导弹的FA18A6A7战机 由EA6BF14F4J战机伴随掩护 当伊拉克雷达大量开机时 这些战机便纷纷开火 而一旦伊拉克战机勇于起飞迎战 以F15为代表的美国战机 将以压倒性优势将其消灭 需要明确的是 当时伊拉克空军拥有米格23 米格25和米格29等相对先进的战机 而中国空军当时的主力战机 持有米格21为基础的殲7 殲8以及更老旧的乔5殲6战机 可以说是全方位落后于美一两军 然而海湾战争使中国军队看到了方向 26年后的今天 中国空军可以使用殲20战机 确保制控点优势 并利用它出色的隐身性能 效仿美军F117战机 配备精确制导武器 突击对方纵身重要目标 而从近日曝光的解放军 红剑2016演习照片来看 解放军的殲7战机 疑似可挂在两具KJ800大型电子干扰吊舱 执行类似美军F4G野游战机的任务 为攻击编队打通电子通路 而歼10B战机则可通过挂载KJ600电子干扰吊舱 增强其在复杂电子环境下的作战能力 以有效压制AM120爱国者等先进空空核地空导弹 歼11B战机更是挂载了超远程大型空空导弹 疑似可通过A射B导方式 由解放军的空军2000预警机之一目标 此外如今的中国空军早已拥有了自己的反辐射导弹 而中国的彩虹和翼龙系列无人机 也已经发展成了搜索跟踪与攻击一体化的空中平台 从性能与用途上也远超当年的美军无人机 海湾战争中美军的战俘巡航导弹 无疑是最初风投的武器 它采用地形匹配制导 可以通过超机空飞行和复杂航路避开敌防空系统 远程精确打击依据目标 而今天中国的东风10型巡航导弹 则被坊间亲切的称为踹门先锋 其射程约2500公里依靠先进的传感器 来寻找识别并定位目标 通过通信系统向指挥部发送定位信息 来实现精确打击 在夺得制空权后 海湾战争中的美军还动用了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对一军地面部队 特别是装甲部队进行了毁灭性打击 而在海湾战争后 就积极学习美军的中国军队 也在多年后装备了自己的纯正武装直升机 武直实武装直升机 此外在海湾战争中 通信卫星有史以来第一次 在兵力部署支援和指挥控制过程中 发挥了主要作用 可靠的高速数据处理系统支撑着精确制导武器作战 在美军通过单兵配备GPS装置迂回半个沙漠 完成对伊拉克的左勾拳包围这种战略刺激下 中国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并已具备在实战中应用的能力 而在海湾战争中 著名的爱国者大战飞毛腿的案例 更是让中国意识到了防空的重要性 如今中国已建立起了完善的现代防空体系 在防空导弹技术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红旗9防空导弹的服役与参与海外竞标 表明了我国已掌握了第三代防空导弹的技术 此外中国还装备了S-300PMU-2和红旗16等先进防空导弹 并即将装备S-400防空系统 战斗力比海湾战争时有了质的卑越 而在地面装备方面 随着99改、96A等先进坦克 0C步展车以及远程火箭炮等先进武器的列装 解放军已跨越了海湾战争时期 与美军地面部队存在装备代杀的尴尬地位 基本完成了向机械化的跨越发展 当然尽管有着26年的艰苦奋斗 中国军队目前与海湾战争时期的美军仍然存在一些差距 在战略投送能力上 中国空军的运输机队还不足以达到海湾战争时期的美军实力 而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先后出动了8艘航母 而这也是中国海军目前少男企及的 因此尽管中国军队在近年来进步显著 初步具备打一场海湾战争能力 但仍需坚持闷身发大财的原则 继续弥补自身短板 以实现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崛起